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埋 整整二十万人 火埋 都是因为我 二十万人都成了孤魂野鬼 全是因为我 全是因为我 将军 士兵的存在就是为了战争 他们一旦走上战场 就知道那是一条不归的路 他们只是走于你 埋葬于尘土中 而将军你呢 不要颓废 你只有回到战场上去 光荣地战死 那才是你唯一的归宿 你怎么跑到我这儿来喝酒了 今天应该是你执勤呢 今天应该是你执勤呢 不干了 你另找他人吧 韩仙 这个差事可是你求我替你找的吧 不错 我现在不想干了 不错 更换护卫可没那么随意 随意 你们一夜之间杀了二十万人 这太随意了 因为一个狂辈的军令 向羽杀了二十万兽无寸铁的俘虏 他是要问顶天下的人啊 我在这里干什么 lerin临 mint Wood 你肯定我会怎么办 不错 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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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个人 我罵过她 你说什么 将军 你的眼睛里都是血丝 这些天 我眼里看到的 都是血 那二十万秦军的冤魂 好像再也离不开我 他不会纠缠我一辈子 我知道 从今以后 很多事情 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了 我知道这些天 将军都是噩梦缠绅 一个人在大战里发呆 一不解释 却独自承受着 坑杀俘虏的责任 哥哥跟我说了 若不是将军 被杀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 生在乱世 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再善良的人在战争中 也会被激发出受刑 我已经带你 去祭奠了那些死去的怨魂 对不起 我之前不应该责怪你 我应该站在你的立场 来理解你 你是为了整个储君 能够更好地 又尊严地活着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 别再扯门自己了 谁 我不想回来 这 onlyrove ziemlich 是 是 白你 � lip了 吗 鸟 misunderstood 吋 这是 你 将军慢点 来 你们皇上就在这上朝啊 来呀 把活害给我带上来 是这样吗 将军应该自称寡人 什么寡人 寡人 就是孤家寡人 是 我不像他 为一帮弟兄 来 来 将军 来 裴公 出事了 什么事 妖怪搭起来了 去去去 诺 怎么回事 谁跟谁打起来了 是项羽的军队 佩伍 我今天只想知道 巨手摇关 是哪位将军下的命令 没有 没有 不知道 没下的命令 是啊 谁下的命令啊 啊 蜡羽是你吗 没有 我没有下命令 陆安 我没有啊 卓伯 我没有啊 曹三 我没有下的命令 那就奇怪了 谁下的命令啊 你们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我跟项羽是兄弟啊 项羽要进关 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你们拦他干吗呀 我们刚打下琴 你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不像话 查 撤查 好好查查 看这命令到底谁下的 诺 诺 子王 诺 子王 来来来 来 谁下的 实不相瞒 这个命令是我下的 裴公 你不该下这样的命令啊 怎么了 这又什么呀 我也是 当时只是想 把通往咸阳的各个关口 都爬上兵了 可是我没让他们打呀 真的 没什么 我觉得 反正 我们已经先入关了 怀王说了 先入关者为王 再说 再说 咸阳城 有的是美酒 有的是女人 咱们关上门过日子 跟裴县一样 有什么不好啊 裴公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你以为你下令拒守摇关 摇关就是你的了 咸阳就是你的了 你就能当汉中王了 我本来就是王啊 怀王说得很清楚 先入关者为王 那我就是王啊 你糊涂 想把你当王了吗 他正在四处着急 想以后把你吃掉 他敢 他眼里还有怀王吗 我这个王是怀王疯的 对不对 子方兄啊 小小劲 小小劲 你说 咱们咸阳城里 有的是金银财宝吧 兵源也充足 粮草也不用担心 我们把大门一关 就在咸阳待这儿了 怎么着 他向雨能怎么着 包括 包括他怀王能怎么着 这不挺好吗 你说呢 来来来 小小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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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就守着你的美女 守着你的金银财宝 守着你的乡城 等着相遇来找你吧 自房 别小提大作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自房啊 我觉得你应该找几个女人 白白心中的火 再给你憋花呀 我的酒你得给钱啊 去你了吗 老子喝酒还给钱 我的酒你得给钱啊 我的酒你得给钱 来来来 放开我 放开我 来一会儿 放开我 你敢打我 靠个家门 老是杀了你 不许杀人 干个 谁让你被看军力党 滚 没事 夏将军 先生 我从夜里巡视到现在 只见到你这一位将军 那些将军们 你看看 这满城的士兵竟没人统领吗 此事萧大人正在办 快带我去见他 好 请 先生所言极事 我又何尝不知 昨晚我曾让曹参将大军收归兵营 整顿军纪 谁想到 今天的状况依然如过 主公将两万人马放出兵营 滋扰咸阳 实在是一场灾祸 古人云兵以民为本 此举不但伤害了咸阳的百姓 也冷了你张良先生的心哪 肖大人 你也曾经身为秦官 现如今之状况 彼之秦始皇 胡亥时机又如何 显阳怕是未受过 如此在乎 我跟从沛宫不求荣华富贵 但求推翻报秦 还百姓一个太平的日子 可是如今这种状况 我还有什么必要留下来啊 肖大人 就此憋过了 子方留步 子方 你不能走 这样吧 容我些时日 假若情况再不能改变 你再走不迟如何 小大人 就算我们现在 不为咸阳城的百姓们着想 也要为我们 辛辛苦苦凑成的 两万人马考虑吧 大人不要忘了 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人死死地盯着我们 如果他现在知道 咸阳城的状况 那么不消数日 这里就会成为我们的坟墓啊 是吗 你是说 项羽 请小大人深思 多谢子方及时提醒 事到如今 你怎么还能在这里安坐 不过是道听途说的流言罢了 雅父不必如此紧张 你睁开眼睛看看去 刘邦已经在咸阳称王了 大模大样的 让别人来跪拜他了 雅父莫说笑 流言 我一个字也不会相信的 说笑 老夫其实有余了 什么时候跟你说笑过 细做来报 刘邦钻进皇宫禁闭大门 已经过上皇帝的日子了 他根本没把 蒙约和你放在眼里 真的吗 真的 雅父 我心里很明白 刘邦这种小人 一直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算盘 来 请坐 请坐 不过若说他敢私下称王 他可没这个胆 再说 我和他有结义之情 他不会的 你那可结义之说 是刘邦用来安抚你的迷药 你还真相信 事实上 自从蓬城出兵以来 他从未在我背后有过任何 背叛我的言行举止 早就有了 雅父你说什么 算我失言 不 你说清楚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当刘邦偷偷地杀了刚武侯 并吞兵了他长下的兵马那个时候 他已经贴了心要和你作对了 刚武侯 他不是魏王的人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叫魏王派去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怕你心软对刘邦不加提防我才 雅父 你不该瞒着我 这件事算我的错 可现在还来得及 马上派兵进关 够了 雅父你出去 我一个人静一静 你不把中尹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庭乱的五千人马已经被骑 钟离妹 持有这些权利调动这些人马了 不够了 东将军 话说的前头 此行瞒着羽儿 之后他若发火怪得下来 你只管推到老夫身上 我知道您这么做是为了将军好 但他就是这个脾气 您也明白的 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 魅愿一力承担 老夫多谢了 钟离将军 你到遥关之后呢 不要只一味之道打 不打干什么去啊 你入关以后呢 你就四处散布谣言 你就说 这个项羽将军日夜兼程 正奔赴寒谷关 不是就到咸阳 那不是让刘邦提前做了准备吗 凭刘邦现在的实力 邵将军要打他 马上让他粉身碎骨 你这次去不是战斗 而是去 把刘邦的狐狸尾巴给逼出来 让邵将军看清他的面目 让他在这儿做皇帝梦吧 等死吧 明白了 好 大人饶命 曹五胜 你抢抢了他的女人 还不一不饶要杀了她 是何道理 沛公有令 三军庆贺胜利 谁先见到的就是谁的 你有本事 你有能力 你去抢啊 你给我让开 老子不让 我是幼将军 你一个左军副将 竟敢违抗我的命令 周伯 你可看好了 这周围可都是你的兵 可他们现在都听我的 弟兄们 把周伯给我扔出院子 没人在场十个半钱 好 扔出院 走 走 走 什么事 犯规 你干什么 犯规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犯规兄弟 住手 住手 周伯 老子可是替你出头 你费什么话呀 我都 犯规兄弟 曹五常私闯命战商人 藏匿经营贿赂军事 这该为曹参军朝处置 不可坏的军技呀 呸 曹参早就撒手不管了 先揍了这小子再说 你 犯规兄弟 犯规兄弟 要不去找萧大人 总该有个规矩 萧大人 好 走 来看萧大人如何处置他 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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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混蛋 走 过去 什么事乱成这个样子 萧大人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操伤纵容手下 横行相礼 抢夺民财 更可惜的是 他不但霸占民女 还要杀了人家男人 他简直亲手不如啊 萧大人 我不过要杀的是 秦兵的一个小官 您说 过去他们作为作福 欺压百姓 我们现在该不该杀了他们 出出这口气呀 至于女人嘛 秦军的女人归了我 也算是战利品嘛 他胡说 要不是我拦着 他不仅仅是欺男霸女 还让士兵对周伯动手呢 什么 萧大人 你赶快到城里去看看吧 城里面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 樊将军 放了他 什么 把他放了 为什么 放了他 让大军休整三天 在城里吃好喝好睡好 只有主公收回城命 才能让大军归营 还咸阳城一个太平 主公是说休整三日 那也没有说 让鱼肉百姓欺压百姓不是 好 那我去找主公 让他收回城命 我告诉你 你见了主公这样说 盛将军 去 尸咱咱饰 去 wacky 上请 放 Books 行 明真教 翻干 君 真舍 ي sú 昔 长崇已经乱成一片了 主公 你还不醒醒啊 你这不是胡闹吗 谁胡闹啊 湘羽还没死 他在寒谷关外 正用眼睛看着你的 你是想得天下 还是只想当个富家翁啊 走走走 主公 你 走 看什么看 走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弟兄们 最近发生的事情全怨过 巨手摇关是我下的命令 惹了大事 还有现在的军纪非常涣散 是我不好 是我带的这个头儿 主公 这事不带你 这是项羽成心找茬 你别跟我打圆场 我敢做就敢当 主公 快拿个主意吧 当务之急是整肃军纪 整肃军纪固然重要 但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离开这里更重要 离开咸阳 对啊 主公 我们不能离开 这有粮食 有武器 我们离开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 是啊 我也不愿意离开 可是我们如果继续在咸阳待着 就留给项羽打我们的口识 所以我们必须离开 所以我们必须离开 通知咱们的将士们 减少自重 一个人也不要留下 全部还军罢上 都登记好了吗 禀大人 各类珠宝衣室都已登记在册了 好 到下一处吧 好 出报 曹将军 张大人 这是要前往何处啊 主公有令 要撤出咸阳 我正要赶去坝上 告辞 走走走走走 好 这 曹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这 这不过是阿旁宫里的沧海一宿 我便拿了些 四方先生 您放心 我不会亏了大家 主公已下令 任何人都不得司堂公务 为令者重罚 你身为军中副将 难道不知道吗 那还请子方先生 网开一面 以军阀从事 带走 诺 子方先生 咱们素来无怨 你何苦争误我啊 走走 大人 请 请 请 这些东西可有损坏和丢失啊 禀大人 没有损坏和丢失 大人 这是各县的税赋 是按年月排列的 好 大人 那是河道图 河水泛滥 均有记载 这是天象记录 这是天象记录 这是囚刑记录 初犯累犯各不相同 好 来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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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要好生保存 待我以后查阅 诺 山河地貌 关埃险要 人护多寡 看完以后就可以了然于胸了 看问大人尊姓大名 我乃萧何啊 你是 在下 淑孙通 能结识阁下不胜荣幸 哦 你就是博士淑孙通 正是 淑孙通 大秦王父 你有什么打算啊 我已经尽力 这就要挂官而去 淑孙通 我家主公李贤下士 你可以留在咸阳 为我家主公效力啊 禀大人 我听说佩公厌恶如生 我还是顺应天时 引去为好 好 你去意已决 我也不勉强你 那就好生保重吧 多谢大人 打开的门被关上了 双起了 大大的封条封住 仓库 宫门 都被封住了 刘邦还发布命念 各类珠宝衣室 包括宫里人的用品 无论大小 通通都登记在册 任何人不得私自获取 练练不舍地离开咸阳城 刘邦的大军 一路直奔罢上 向羽用不了几天 就要到寒谷关了 那这封信更得抓紧写了 争取向羽到咸阳 这封信就送到他的手上 主公啊 我们已经撤出了咸阳 何苦在信中如此示弱 小大人哪 你怎么就不明白啊 这样吧 你听我的吧 赶快写 他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杀自己 必须示弱 示弱趴在地上都没关系 就这样吧 快去吧 好吧 好吧 快去吧 雅父 将军 这个家伙 说有紧急的军务 要向你报告 说吧 请向将军兵退左右 诺 在下曹无商 佩宫军中左司马 既为佩宫出使 曹将军请坐吧 非为佩宫出使 乃 诚心投靠向将军 起来说话 曹将军官白 司马之旨 可见佩宫之重用 据老夫所问 曹将军 也是从佩宫起誓时 就开始跟从 大小术士站 今为何离弃佩宫 引刘继敞罚不明 曹心不服 我三军将士辛苦功入关中 本应论功行赏 其对樊快楼碗等 任其滋意妄为 而我等非亲非故之人 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 却为一些小错 便遭受鞭榻之行 佩宫是这样的人吗 曹将军诚心来头 该怎么赏赐你呢 只求论功而奉 曹并非空手而来 特献上刘继军债布房图 带将军进宫时 我愿为内应 你说什么 我家宇将军今天突然下令 此时此刻三军将士 已经在埋国造反 刀除销剑上仙 只待天光破晓 便要大举进宫霸上 此方兄 据我所知 你家佩宫所有人马加在一起 也不过区区十万之众 尚有老弱病残 能抵挡得住 我家项羽那四十万虎狼之师吗 向高兄 怎么会这样呢 我敢断言此战佩宫必败赢 赶快跟我走 你没有必要死心塌地 为了佩宫卖命啊 向高兄 佩宫何罪之友啊 惹得向将军如此兴师动众 好一个何罪之友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那我告诉你 我家项羽自启事以来 一路凯歌高奏 西晋来到了摇关 你们非但不出城迎接 反而伤了我们的士兵 因此惹怒了大将军 这才下令突破了摇关 并要寻佩宫开战 在那摇关杀了向将军的人 此方 我向伯从不打妄语 更可气的是 那些守城的军士居然高叫着什么 如果没有佩宫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入关 坏了 向伯兄 下令拘守摇关的人是我 不是佩宫啊 怎么 你下的令 向伯兄 你听我说 秦虽然投降了 但是天下未定 我怕流寇窜入 扰乱咸阳的百姓 这才派兵拘守那摇关 如果有罪的话 罪在我不再佩宫 还有 此事万万不可告诉别人 否则在下性命难保啊 哎呦 子方兄 现在说什么都欲视无补了 不管你是替那佩宫顶罪也罢 还是阴犹在你也好 现在要紧的是赶快保命 快走 等等 向伯兄 佩宫 佩宫 佩宫待我不保 我这样不辞而别 不仁不义 即便要走 也要先辞个刑吧 张子房 你是疯了你还是想害我 你也不想想 这两军大战在即 我跑到你这里来 说句心里话 我已经相当对不起我家于将军了 我要不是看在你曾经对我有救命之恩的份上 我 我怎么能冒着泄露军情被砍头的危险 跑到你这里来呢 向伯兄 你放心吧 我不会为难你的 你等等我 我去去就来 哎 子房 子房 好 左司马深夜到此有何贵感 在下有事想请调子房先生 子房先生到佩宫那儿去 好 那在下告辞 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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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佩宫 向波来了 他说什么 向于明臣要学习巴上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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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宫 你应该去见见他 你应该去见见他 佩宫 我已经告诉湘波 派兵巨首妖怪 是我的命令 这样 我先去找萧河 然后跟他商一下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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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